哈囉 哈囉 蛤 有事嗎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態度 來看別人呢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是說順時鐘的人 絕對有紀錄 你們絕對可以去看 順時鐘 愛台灣到現在 我說的都是同道一面 想說的東西太多了 但是呢我女兒就一直在旁邊 我說媽媽 你小心說話啊 我講的每一個字 跟每一個流程 時間點我都是 真真實實的 而且我是一個 我不想要說謊的人 說謊很累嘛 腦子不好的話呢 你根本會忘記你說了什麼 那我就是那一天下午 也是去醫院送完便當之後 我就在滑手機 然後就剛好有一個朋友 SB的朋友呢 他們就來告訴我說 其實現在醫院是很缺這個機器的 那我聽了之後 我就想說喔真的嗎 然後我就開始去查證 然後查證了之後發現是真的 因為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朋友 一定是醫生朋友 所以我都很愛我的醫生朋友們 對 然後我就查證完之後呢 我就發現說這件事情是真的 然後我就說好 我就是一定要來 想辦法能夠看能夠 目到幾台就是幾台 然後我那個時候自己的目標是 20台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靠我自己的力量 目到20台 我搭配那個 徐西蒂 然後徐蒂呢 他又是一個超級大展運 徐西蒂你有來嗎 喔 徐西蒂就是一個超級大展運 然後他就說 是喔 然後他就說 嗯 反正你跟他講太多這個機器的 什麼什麼什麼 他也是聽不懂 然後他就說 好啦用機器 那就 呃 他就說他有捐一台 我也很開心 真的 然後接下來我就拿給黑人的飯飯 然後飯飯呢 就比小S大方 他捐了兩台 他說他跟黑人 一人一台 對 我現在碰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我在外面這樣跑的時候 我沒有地方上廁所耶 我上次從榮總 要去亞東醫院的時候 天啊 超想上廁所的 然後就到處走到處球 一直球一直球 都沒有廁所可以上 我想說怎麼辦呢 真的要抓賽 然後 呃 後來在那個 一個咖啡廳 然後 就真的 就是他只有一個人 他在那裡煮咖啡 他可能是有一些晚送 然後就是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說我真的很想很急很急 很想上廁所 然後他就說 可是 現在就是不方便 我說拜託 拜託拜託 但是他好險他有讓我上廁所了 我覺得我 其實 從頭到尾 我都不知道 會有這樣的影響 那 我覺得 我也不想要說什麼 可是呢 昨天我收到了一個消息之後 我覺得 我有必要要好好的 說明一下我的群眾 那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沒有任何的權謀 沒有任何的政治因素